我跟我前夫一起过日子五年多 吵得再激烈 我们就摔着罐 瓢瓢也没干别的 也没动过我呀 他可好 你我说这走好长时间不理我 有这样的吗 你还委屈是吧 那当然了 你跟你前夫那么好 干嘛跟前夫离婚呢 我跟我前夫离婚也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呢 他就拿我当傻子 就骗我 欠了那么多的钱 不是你离婚是因为他欠钱吗 我不 我跟我一起 我那些钱花了这么多年 我刚还那儿 今儿过来 哦 你才离婚三年吗 说什么呀 你说经历真的挺痛苦的 哦 我问你你也难受啊 嗯 那你跟你前夫以前在街上怎么溜达的呀 我们有时候拉拉手什么的 对呀 你跟你前夫拉手舒服 还跟他拉手舒服呀 他如果天天像我的样问 你觉得恶不恶心 你舒服 我不觉得恶 你不觉得 有呀 我不要觉得恶心 我肯定不会问他呀 明白了 明白了 所以圣洁就在这个地方 他大概现在不再相信任何人了 因为他前夫 对不住啊 刚才说 我只是想激发出你内心那些东西来 那你们平常相处的怎么样啊 还可以 但是现在我有一点特别烦的在哪儿啊 因为我这个人自由自在的散漫罐了 现在我们俩相处 哎 天天的我要去他那里照顾孩子 陪孩子 到晚上他都会给我打电话 去他那里给孩子洗澡 每天我也要有应酬 说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喝酒 对吧 你说这他会给我打电话 稍微晚回去一点 他就会去饭店把我给拽走 你说我一帮朋友在那儿 别人最背后都咋说 我那帮朋友都说 你是不是难呢 回去了吧 给孩子洗澡 因为我出过车祸 昨天我腿上有一条三十多厘米的疤 这孩子他就给我起外号 叫蜈蚣精啦 又大蜈蚣这个那个的 你这些我都忍的 最可惜的是 他这孩子洗澡就洗澡 他老往我身上撒尿 几岁八岁了是吧 对八岁了 那孩子小的时候 我给他洗的无所谓 现在孩子大了 那我洗也不方便呀 八岁男孩都可以自己洗澡了 八岁的孩子 为什么不会自己洗澡呢 不太会嘛 为什么不太会呢 可能跟我有关系吧 因为我从小的时候 我就没有在这方面特别管过他 所以我现在就是想给孩子 找一个好点的爸 然后好好教育教育他 因为我是女的 然后我儿子 那你显然找这个不是好爸 是好爸爸 他其实也挺好的 什么是好爸爸 他有他的自由 他有他的想法 他不愿意 他在抱怨 你听不出来啊 我听得出来 但是我也没办法呀 我总不能叫我前夫过来给他洗 也不合适呀 对不对 您这都什么逻辑 一会儿我再说你啊 我听着接 那你愿意给他儿子洗吗 我没有啥说愿意不愿意的 因为说我们俩在一起 我得为他考虑对吧 因为我不喜欢孩子 他们孩子他也不喜欢我 你现在孩子都开学了 对吧 班主任 然后给建一个家长群 你说他在群里看孩子就行了呗 又把我给拽家长群里了 天天让我给看孩子 本来我就初中毕业主持人 你说你让我看孩子叫啥事啊 对吧 这是为什么呢 这样的结婚是他提的 我就想着给他定个目标吧 然后让孩子管他叫爸的时候 我就考虑跟他结婚 因为我其实是想给孩子找一个爸爸 然后我就增加这种机会吧 就是说你儿子一辈子不叫他爸 一辈子你不嫁给他 是吧 那不只能通过这个方式 那么多沟通促进感情交流吗 那还能怎么样呀 我也不没办法呀 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 天天晚上陪那孩子又做手工 你说你让我贴他扣着那小纸片上 我我也做不来对吧 他那孩子笨 让他说就是啥呀 我是做生意的 每天算账 我数学肯定好 教他孩子数学 就他们那个孩子 十以内加减法 教他可以 但是超过十的 你就哪怕十一他都不会 本来我脾气就爆 他给我气急了 真的有时候我心里特别想揍他 你要敢揍他 咱俩就不用过了 咱俩就不用过了